阿拉瓜相隔36年再次的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 而这个时机点刚好就是台湾受邀参与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 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这很明显的是因为台湾近期 与欧美国家的互动非常的热络 让中国大陆面临了压力 决定用断交作为制裁 中卫员唐凤受邀参与美国民主峰会 发声感谢国际支持 好巧不巧同一天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断交 学者分析不能排除中国因素 加上近期立陶宛与欧美友台动作频繁 中国看了不是滋味 就怕引发骨牌效应 让同为中南美洲国家宏都拉斯 以及欧洲唯一邦交国教廷 都被点名与台邦誼岌岌可为 断交更直接冲击宁加拉瓜在台学生 109学年度143人中 有53人接受外交部奖学金资助 校学期马上面临断垂危机 影响到的就是大医生 可能大医生他会觉得他才刚刚来 其实他会不确定说他要不要真的留下来 这些学生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都会有机制来帮忙他们 同样接受奖学金从民传大学毕业 25岁大使李蜜娜 去年10月刚就任一年多时间 竟非昔比 李蜜娜大使是我们两国合作计划的最佳见证人 相信未来也会是最强的推手 国家间角力最无辜的还是人民得被动决定何去何从 记者张元圈杨岳达台报导